场地布置第二天 一大早厂商硬体设备陆续进场 搭设舞台主结构 工作人员不时爬高登低 尤其是驾音箱 得攀爬到皮育馆最顶端 场内忙着搭设舞台 场外志工顶着35度高温 在顶楼铺蓝布遮光 70岁的林松毅欢喜投入 志工运用巧思 找来小木块直接打进缝隙固定栏布 将来又拉起来又很快 又不会破坏这个布 以后我们开始再重复使用 18块栏布主一固定 能遮住体育馆全部光线 进藏演绎场内打灯 不受光照影响 即使忙碌贴心招呼工作人员 76岁的陈素香承担总协窗口 我每天都是带着快乐的心情来这边 我形容自己就是像一个口试的学生 这个人来问问题 这个来跟你口试 相隔12年 再度大动员投入金藏演绎 所有的付出 不说辛苦都是幸福 大爱新闻 黄紫环光辉 郑春金 纪淑珍 彰化报道